那么我弟弟小我六岁就没有了 他就没有收到话 他就不知道了 像香港这个地方 是外国人统治的 我看至少丢掉七八代了 大比我们那个地方 加一倍都不止 凡是远海 越是开阀的这个都市 这个就是丢掉的就越早 越是闭塞的 他还能保持 所以我们在家乡的时候 能不到半年的时候受到效果 如果在香港的话 恐怕三年都很困难 所以都不容易 所以这个是不可以不知道的 但是人要相信 一定可以叫得好 一定可以回头 那只是什么 他迷惑地颠倒 没有人给他开刀 原因在此地 真正讲清楚讲明白的时候 哪有不回头的道理 那我在香港也遇到一些学者 他们现在觉悟了 回头了 知道这个 这个中国这些东西的好处了 但是都是差不多 将近七十岁 现在工作就退休了 慢慢在想的时候 想到过去做了很多措施 现在看到这个 常常听讲经的时候 慢慢就去悟了 这就是人心本善 就是佛所说的 本来是福 你不怕 只要你肯接触 你就会回头 不接触的时候 就非常困难 真正觉悟 就天天保持 可不能中断 这个中断 一日破之 十日寒之 这个是不大效果 天天干 天天继续干 真的这样干法的时候 三年一定就会到 这三年是一千天的讯息 古人家 都说千遍 其意自见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学 十三岳道经 无量寿经 你用出世的心学 它就是出世法 用世间的心求 就是世间法 所以佛经也不是定法 你读经的时候求福 念佛时求福 就都变成世间法了 下面第十个问题 在老法子讲经中提到 对于世出世间法 都要放下 如果对佛法也要放下 为何还要念佛 求生进度 佛法太多了 你就看看大藏经那么多 叫你放下的时候 不是叫你统统放下的 学一门 一门神父 一门之外 你要放下 你要放下 那你要不放下 你门门都想学的时候 你这一生没有那个时间 也没有那个精力 你决定学不好 就像在大学念书一样 到大学念书 要把大学放下 你才会避得了夜 你学一个学系 我四年就毕业了 学位就拿到了 你说我这个大学里的 有几十门 这个这个 几十个学系 我统统都要把它念完 你再念四百年 你比不了夜 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所以放下是叫你 一门深入 其他的要放下了 不要是我读的这个 还想到那个精 这个是你一样的学不成功 所以我们这一次 从法国完了之后 我就到英国去访问 去年我访问了 英国牛津大学 伦敦大学 那么今年呢 再去伦敦大学 又去建桥大学 还给他们上了两堂课 深深感觉到 他们是汉学系 就是研究中国学术 这个低等的大师 没有了 这是一个很可悲的现象 外国没有一流的大师 这个不能怪他 中国没有 他要学他到中国来学 中国没有一流的大师 他到哪里能提升自己 所以我们就感觉到 也积极要培养 这个传统学术的 真正的一流大师 要什么人才能学呢 实在讲 古人讲得好 天下无难死 只怕有些人 真正发心的人 他就能做到 真正发心 要刻苦 要克服自己的烦恼气气 最重要要克服自己的欲望 佛法里面讲 以戒为师 以苦为师 顾顾都能成福 你不吃戒 你不能怕吃苦 你这一生不能成就 你能吃苦 你能吃戒 没有一个不做佛的 所以中国传统一流大师 也是这样 第一个 要培养道德 人没有道德 干什么都不能成就 那么道德呢 你要学的 投个弟子规 干音频 十善业道经 杀米律 杀米律在家亏许 他跟笔学界不一样 在家都可以学 善法 这四个根砸下去了 百分之百的落实 然后专攻一步 你像儒家经典 你学能语 你一生专学能语 学梦子 专学梦子 用盛年的功夫 盛年学一样 盛年之后 你这一门就变成全世界的顶端了 那你就大四季了 能够游个十个人 二十个人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就复兴起来了 所以四个根要扎稳 要学期明文理 学期自私自利 我常讲的十六个字 无欲流程 贪嗔直慢 这统统放下 真正统统放下 集统学开太平 续佛慧命 红发立身 那你没有一样做不好 你确确实实是一代祖父 所以我们希望如是道 都有真正发心的人 真发心 我来供养 那我会建一个道场 供养这些人 这些一事住行 我都负责 你什么都不要操心 好好地在这里 是个十年 可是这个十年的时候 每一天要做报告 那你可不能来偷懒 那偷懒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 也不会供养你的 报告什么呢 就是你要讲进 轮流讲 天天讲 讲的时候 我们用网络 把你所讲的 让全世界人都能够收看 让全世界人知道 你的学习的水平 你这个十年 一年比一年有进步 到十年的时候 我们这里没有学位 到那个时候 全世界大学 都把波斯送来给你了 你一下可以得几十个学位 你的实力超过别人 人家这个十年学很多很多东西 你学年是一样 这一样就变成顶尖了 就这么个道理 所以并不困难 古时候那个一流的大四 怎么去成就的呢 就这么成就的 所以十年寒窗 一举成名 就这么个道理 你们有时间不行 至少要十年了 十年等于闭关 那么这样 谢谢大家